主料,面粉100克,鸡蛋1个,主量,虾米,番茄沙丝2勺,葱5克,盐,鸡精,油,水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食材准备,面粉100克,鸡蛋1只,虾米少许,葱1个,在面粉碗中,将鸡蛋放入,放入虾皮,重新进泄沫,在面粉混合碗中再放入盐,接着放入葱花和鸡精,用筷子搅拌, 转匀并添加适量的水,调制面糊状,在布粘锅内放少量油,开中小火,将面糊全部倒入,用木叉摊成圆薄饼,煎至一面金黄色后,翻个面继续煎,此时可以在上面涂上自己喜欢的酱料,这里用番茄沙丝,当然也可以用其他,最后,在饼定一面煎好后,用木叉将圆大饼对折,再对折,即可出锅装盘, 烹煎技巧,番茄沙丝可以用其他酱料带气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